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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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活在爱的岛 手困在汹涌波涛 冲不出勤劳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入难朝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喊笑八道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复晤 夜色更模糊 偏偏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挥舞 夜色更模糊 天前红尘落尽 已染太燕望 日出 夜黑风高 我们又穿得如此有情调 太浪漫了 那我们一会儿做的事情 可能会更浪漫 说来听听 劫狱 把赛匾却救出来 劫狱 这是楚国 对啊 我们现在就在楚国大楼的外边 他就在里头 回来 怎么样 苏琪 够不够刺激 够不够浪漫啊 刺激 浪漫 别人都是花前月下 轻轻我我 你带我到楚国监牢外面来 小神仙脑子坏了吧 苏琪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把这扳砍 这儿 快点 地道 你挖的呀 下去吧 这有点黑啊 赶紧下去 您这个呢 没大碍 给您开个方子啊 您回去拿这个方子吃就可以了 拿好 给 这个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好吧 慢走啊 慢走慢走 来 来 下一位 你 熟人 不是 你这 多谢 多谢 好人一生平安啊 你们你们 干什么的 这 怎么不排队啊 赛扁鹊 我 我 苏 可算找到你了 你你你 你怎么穿得人模狗样的 你真是活到头了 你们家那俩小童子是你亲手交大的吧 说的话都跟你一模一样 你你怎么还带一漂亮姑娘 漂亮吧 好迈嘛 他不用浩漫 他是个神仙 他不会得病的 他叫钟离乌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别提了 等以后有时间了我再慢慢跟你说吧 有时间啊你也别慢慢跟我说了 赶紧跟我们走 小神仙她的姐姐中了剧毒 需要你去医治 那你们也得挂号排队啊 挂号 当然了 你看来我这儿看病的人 都要挂号排队的 苏继子 你们俩不是很熟吗 挂号啊 是啊 我 嗯 熟人 熟人也得按规矩来 你也不能插队啊 熟人归熟人嘛 他这个人有个毛病 这脑袋啊缺根弦 什么东西都得按照规章制度来 嗯 我今天就要带他走 我看他走不走 哎哎哎哎 这个仙姑 你要强迫我跟你去呢 我也不会给他谈病的 医治父母心 在我眼中所有病患都一样 我不管你是 王公贵胄 还是街边流浪 对我来说 没有区别 那咱们就挂个号呗 挂个号 挂急诊 要多久 嗯 这我给你看看 呦 苏起子 要两日以后了 两日 嗯 好 两日之后 我们来接你 哎 最好是把患者带来 我是不会离开楚国的 因为楚小强对我有恩 我答应他 要为楚国百姓看病 可是 哎哎哎 按他说的来 我们再想办法 先把号给挂了 哎哎哎 苏起子 过了两日可又重新挂号了 哎呀 行行行 我 我们先把号给挂了 听我的没错 哎哎哎下一位 也不知道我那个爱掐手指头的小姨子 和素姬子 何时能把真正的神医给带回来 他要是再找不回来 我一定要他好看 那个麻袋 他在外面守着呢 知道自己因为冒失 犯了大错 所以他就在我干娘帐外 怕别人跟他一样冒失 他也算有心 让他少喝点凉水 少吃点黄豆 大王 您也在这歇息吧 这都好几天没喝眼了 寡人不睡 寡人 要陪着我家娘娘 你们下去吧 大王 下去吧 是 娘娘 寡人还记得 第一次与你同他而眠 寡人也是这样 一直看着你 一夜未曾合眼呢 娘娘 寡人 好想听你打呼 我 谁 谁 什么玩意儿 哎呀 这呼噜他的 身为娘娘 什么素质 就不能控制一下 还笑 还有脸笑 笑点在哪呢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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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别睡 起来 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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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什么朝上朝 上天了 吓死我了 我说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呢 天壁家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最讨厌睡觉的时候被人吵醒 你脾痒了是不是 脾痒了 娘娘 我不是脾痒了 我是心痒了 你在那做美梦 那我也做美梦呢 我这 纵情迟逞呢 你一脚咔给我 踹下马了 娘娘我跟你商榷一个事 就是 你打呼噜能不能小点声 那朝阳正院都要给你震塌了 要不然回头明天我找两人把房子扒了吧 给你省点钱 行吧 你要是害怕 以后 我睡外面 你睡里面 我保护你 还有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我睡觉打呼 你同意之后才娶我的 现在有一件了 没 没 没意见 没意见 我就是 身为 同睡之人 本王觉得 有必要提醒一下娘娘 娘娘毕竟是娘娘 那娘娘的呼声 不能跟普通人一样 那不能 一听一过 必须绕梁三日不绝约 那娘娘的呼声 必须得有娘娘的气质 那得有娘娘的节奏 就是注意一下 顾名位置是什么的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下回注意 我困死了 快陪我睡 爹 您带我来这儿干嘛 我听说 今日魏文斌不在府上 只有她的夫人 凌花公主在 我有事找她 爹 我觉得像魏文斌 这种有心机的男人 凌花公主应该管不了她 可是不管不行啊 咱们多多少少要给她们提个弦 这给魏文斌心思太多 我们还得多注意那个夏盈春 楚将军 楚大强求见魏夫人 请通报一声 我们家夫人今日身体不适 我府今日不见客 什么 不见 楚将军还是请回吧 那既然如此 我改日再来拜访 爹 这魏文斌竟然闭门谢客 他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回府上再说 爹 爹 你们先下去吧 你们先下去吧 你怎么还敢往这儿来 我这么想你 有什么地方是我不敢去的 你要是真想我 就赶紧想办法把我寄到你府上去 承天住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你再稍等等 让我安排一下 再说了 你住在王将军府 至少不会遭人陷害 毕竟 他是你父亲的顾交 可是 要是再被人看见怎么办 上次被那赛扁却看见 费了多大劲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成大事者 所以在这种小事上 就只能先委屈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定不负你 是是是 我是小事 就你的凌花公主是大事 这好端端的 小英春 怎么又吃起醋来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的那个死对头钟离春 重伤不息 眼下正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这个消息确切吗 千真万确 我要去找一趟凌花公主 殷川 你 你找她做什么呀 将军不用费心啦 这个卫文斌 现在不让我们去他府上 要么她就不在府上 要么她就害怕 我们跟凌花公主 说起她和夏淫春的事 爹 你说这个凌花公主也够悲催的 嫁了个叛国的丈夫吗 还被她出轨 臭小子 知道的还不少啊 我就是平时看一点画本而已 公主 公主 怎么了 客人 怎么大喊大叫的 公主 你快休了那个卫文斌 和我愉快回大旗吧 怎么回事 公主 你说最近总不见驸马 我这几天就伺机跟踪他 发现他经常出现在王一剑将军府中 然后你猜怎么着 我居然 我居然看到了夏淫春 我就好奇 奔作吓人偷偷溜进去 结果 结果我发现 他们两个居然在偷情 你说什么 混账卫文斌 我要杀了她 公主 现在不是杀不杀她的问题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回大旗啊 不行 我要找她问个清楚 公主 你现在去也抓不到现行 俗话说 捉肩捉双 拿贼拿脏 我们现在去 他们肯定会说我们诬险 还会 还会让您陷入危险 可我饮不下这口气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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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姓夏的女子求见 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让她进来 我倒要看看 她要做些什么 是 夫人 你先下去吧 公主 你千万别冲动啊 去吧 凌花公主 好久不见 夏迎春啊 你怎么也在楚国 听说这楚国风光大好 我来瞧瞧 顺便 给凌花公主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能给我 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你还别不信 我好像看见 之前伺候在忠立春身边的宫女 彩云了 彩云 彩云怎么了 她当年消失的离奇 若能找到她 说不定可以问出当年关于王子的消息 是吗 那她现在在哪儿 公主跟我来便是了 夫人 凌花公主和夏迎春来府上拜会了 什么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连个拜帖都没有就直接登门 他们已经进门了 夫人 那怎么回他们啊 这不怎么办呀 你去给他们说 说我生病了 病院见客 快去吧 是 楚夫人 猫没打扰 多请见谅 见过齐国公主 见过夏姑娘 不必多礼 我和夏姑娘去买首饰 突然口渴 恰好路过你家府上想借口水喝 不知道是否方便 当然方便了 快去 给两位姑娘倒茶 是 公主请 楚夫人 您这病要紧吗 需不需要我们帮您找个大夫看看 并无大碍 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病气 过给了夏姑娘 楚夫人怎么越看越眼熟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 怎么会呢 我这长相也没什么特殊的 很多人给我长得都很像 也是 但是 光我知道的 就有一个叫彩霞的 跟你长得挺像 楚夫人 你家府上好多兰花啊 公主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兰花 不对 这应该是韭菜 可真许人 怎么公主也说是韭菜呀 这明明是兰花 楚夫人也是齐国人 竟然也说我们齐国的方言 喜人 喜人 真喜人 真没想到竟然在异乡遇到了老乡 不是 公主不是 我 我不是齐国人 那您这话说的跟我们齐国人说的一样啊 楚夫人 我离开齐国之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韭菜 不知道可否让我摘一些回去 给我夫君包饺子吃 可以 公主可真是贤惠啊 这卫文斌能娶到公主 当真是她三生有幸啊 夏姑娘说笑了 比起夏姑娘的嘴甜人美 婀娜多姿 凌花确实是自愧不如 公主 若你真喜欢韭菜 我让夏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那就多谢楚夫人了 楚夫人今天身体看来真的不适 我们也早些离开吧 让她多多休息 你就是才晕吧 夏姑娘 你 你认错人了 把那个孩子给我弄哪儿去了 什么孩子呀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你再给我装模作样 信不信我弄死你 夏 夏姑娘 你 你真的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什么财云财侠的 如果没猜错 楚小强就是那个孩子吧 看来是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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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 怎么走路不看道啊 我看什么道啊 这可是我府上 楚将军啊 没看清 失敬失敬 凌花公主呢 她在门口 你怎么还没走 今天 我跟凌花公主 一起来找楚夫人 唠唠家常 对吧 是吗 夫人 嗯 是的 天气不早了 就不留下姑娘吃饭了 请吧 对了 刚才 好像正聊到 你说跟楚将军相遇的事 我还没听完呢 这事啊 楚国上上下下都是知晓的 我娘子 是采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 然后来到了我的身边 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 真浪漫 那小强呢 也是从那七彩祥云上下来的 楚小强 当然是我和我夫人所伤 夏姑娘 你怎么那么爱打听别人家事啊 连生孩子这种隐私的事情也要打听吗 知不知道羞耻儿子怎么写 不过就是闲话唠唠家常 怎么还给楚夫人唠急了 看起来楚夫人是有点心神不宁啊 那我改日 在专程登门造访 咱们好好聊聊 不送 夫人 怎么了 夫人 大强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不是真的 你在说什么 什么骗我 我不明白 对不起 对不起大强 好了 没事了啊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还要等一天 他就这么忙吗 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呢 大王放心 像赛扁雀这种天才 天下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只要赛扁雀一到 娘娘就立马没了 什么样 啊 娘娘的病啊就立马没了 不是 你们两个不是看见他了吗 那就应该立竿见影给他带回来 还玩一出聚散两衣啊 大王有所不知啊 像赛扁雀这种神医圣手啊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个性 娘娘种的那个毒啊 其实就是他给配的 他配的 我知道了 望而生未 不敢来见我 是不是怕我杀了他 不好了 小姨子 你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 我心脏受不了 楚国要出兵了 发兵 现在吗 那我家娘娘还躺在床上呢 这楚国人不是不讲武德吗 还有小姨子 你没事别老掐手指头玩 一掐就出事一掐就出事 丁 我嘴唇是不是发青了 赶紧给我掐掐虎口 姐夫 莫怕 苏祭子带来的马将军 是个打仗的好人才 对啊 寡人还有条麻袋呢 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没想到考验他的时刻 就这么身临其境地扑面而来了 苏祭子 臣在 让马袋跟薛坤出兵应战 我看看他到底是真麻袋 还是假草包 是 大王 赶紧下去下去 小姨子 我这掐手是治病 你那掐手真要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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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其实这初小强 什么 薛将军 此事是旧姐姐的关键 行 小姨 我听你的 薛将军 我们在等什么 怎么还不开始打 你懂什么 打仗胜负的关键就是气势 谁的气势弱 谁就输了 我听说过 武林高手对决 不用动手 互相看看眼神 一场比武就结束了 那都是骗人的 就是俩人闲泪懒得打 蒙外行的 那我们就 继续等 继续瞪着 对 保持气势 继续瞪着 爹 魏文斌向大王请战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跟瞪眼啊 据说对方的娘娘才刚刚离世 估计是在摩哀吧 那他们摩哀就算了 咱们摩哀什么呀 再怎么说 对方也是女中豪杰 我们也摩哀吧 摩哀个啥呀 你们都处在那干嘛呢大热天呐 左眼瞪右眼呐 到底还打不打 你干嘛呢 本来要用气势压倒他们 不战而胜 你这一下子人家以为咱们叫阵呢 不好意思 我 我也不想 实在没憋住啊 不好意思 用邀军队干嘛 去他的气势 楚大乔 敢不敢派两个人咱们对决 这么多士兵的性命 不宝贵吗 别拉着别人下水 今天咱们就玩单挑 敢不敢 好啊 今天 众将士们就不群殴了 听你的 单挑 王一见你个卑鄙小人 打不过我干娘 就用独家暗伤他 战场上有什么规则 赢就是一切 你还算是个人吗 赢不了 就用下三烂手段 畜生 你看我不今天宰了你 来啊 薛将军 我来教训他 我就喜欢跟畜生打 教你做个合格的畜生 你他娘他才畜生 你这个锤子 少废话 爹 又两个人 孩儿也去 跳 有本事跟我来 我来啦 驾 小城 朱小霞 你过来啊 来追我 来追我 薛坤 你给我站住 有种别跑 你过来啊 打我呀 来呀 驾 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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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计了啊 卑鄙无耻 什么卑鄙无耻 这叫兵不厌诈 你读过兵法吧你 你 朱小强 我这次来是有事跟你说 起来 唉 唉 别冲动啊 我说你妈的事 我认识你妈 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妈 我是你哥 你妈的干儿子 你怎么可能是我妈的干儿子 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 我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妈的干儿子了 你不是我妈的干儿子 不是 我怎么就不是你妈的干儿子了 我就是你妈的干儿子 你不是 我是 不是 我是 你不是我妈的干儿子 别吵了 是 你 休坤 不是 他先跟我吵的 小姨 我跟他说不明白 你跟他讲 你又是谁啊 我是你小姨 不是 你们今天都跟我家亲戚杠上了 啊 一个说是我哥 一个说是我小姨 你仔细看看 我们长得像不像 你长得确实 这是挺好看的 跟我这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的容貌 有几分相似 但是 这也不能说明你就是我小姨啊 长得好看的人多了去了 小强 我今天来 就是要给你讲你的身世 我什么身世啊 你娘 是不是叫彩云 啊 她是不是挺漂亮的 个子高高的 眼睛大大的 她是不是很喜欢兰花 可是 她又分不清兰花和韭菜 种了一院子的韭菜 还老说 兰花炒菜挺好吃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娘这么多事 你真的是我小姨啊 我真的是你小姨 但彩云 不是你亲娘 这 这不可能 我娘对我那么好 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娘 彩云是个好人 但是 她只是你的养母 你的亲娘 另有其人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快点 抓住他 姐姐莫怕 我们自会救你 你们 你们是神仙吗 神仙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求求我和孩子 师父 现在怎么办 你姐姐 自有你姐姐的机缘 彩云和强帽中的孩子 也自有他们的机缘 去吧 求各路诸神保佑 保佑小夫人早怀身孕 早得贵子 你拜呀 求神不如求我 我就不信这老天爷 能赐给你个孩子 不许亵渎神灵 神仙 神仙显灵了 这回 你信了吧 不可能 谁都不许过来 躲一个都不算 否则圣之不无 我收回刚才的话 你虽然暗箭伤人 但你还不算是个畜生 你顶多算半个畜生 你才是畜生呢 你们全家都是畜生 不好玩 不打了 赶紧把这个老头子 带回去治伤吧 小强 你没事吧 没事 胜败乃兵家常事 别太往心里去 命迹授兵 我家娘娘 已经憔悄得不成人形了 气息也越来越弱 无忧 你觉得你姐姐 还能等到赛便却来吗 别掐了 你那手指头是戒的吗 直接跟本王讲吧 本王扛得住 这到底是哪儿啊 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儿子 带回去 你放心吧 我的儿子 我找到我的儿子了 但是他不认我 他还受伤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不是我娘 我娘怎么可能会杀我 好儿子 我是你娘 我是你亲娘 你不是我娘 我娘是个大美人 才不是你这个丑八怪 我是你娘 儿子 儿子 我是你娘 娘娘 娘娘 你现在过得好吗 小黄子现在过得特别的好 长得也帅气 摸摸看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希望姐姐彩霞的在天之灵和各路神仙 能够保佑娘娘和小家 平平安安 一忙是江山世纪 一忙是儿女情长 一忙是一忙别的 一忙遍殃 一忙是我问苍天 一忙说我问苍天 一忙说醉我仨权 一忙不俗ia 一忙子难忘 temporada 我的一人睡得一方 万在此中央 断桥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谁笑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 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劫在声声唱 我的一人睡得一方 万在此中央 断桥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谁笑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劫在声声唱 刀不尽满冰霜 戏意未尝 遍不明花心中一寸燕 则怪不满道 剑场之上 我的一人睡得一方 万在此中央 断桥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谁笑 乐乐的马儿 我吻着前方痴悲与忘了 无处话离别 劫在声声唱 我吻着前方痴悲与忘了